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糖醋带鱼 把带鱼洗干净 切成人形块备用 去尾巴 把带鱼切剪掉 嘴巴剪掉 把肠取出 用剪刀洗很好洗 把血块洗干净 好 完成 腌制带鱼 切成人形块 脏块备用 料酒 生抽 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然后把腌制好的带鱼 沾上薄薄的一层干淀粉 油温升至六层热 下落带鱼 用一个干净的碗 下落一小勺盐 加点白糖 加两小勺白糖 加点生抽 加点香醋 加点料酒 加些番茄酱 加点酱 加点香醋 加点清水 调一个汁 接下来我们炒一个糖色 炒糖色的火候很重要 能油放下 再下落冰糖 炒至颜色 出红色 下落刚才填好的汁 大火烧至冒大放 倒入炒炒 倒入炸好的带鱼 迅速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张盘 关火 再撒点白芝麻 好 今天一道糖醋带鱼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